你還要是一個中國企和 一個這麼有身份地位 代表成一個中國人 你居然在酒店房間的浴缸那裡 爛屎啊 你這麼搞的 容不及以後的酒店 在他們每一間房間的浴缸旁邊 貼一張紙用中文寫著 添加了浴缸女大片 到時那些中國人 又說你歧視他了 知不知道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發生了一件 極之匪夷所思的事 就是在一場中國象棋比賽裡面 那當然有一位中國人 就被人指用屎眼出貓啊 什麼來的 不是吧 用屎眼來去出貓 喂 那怎樣出啊 就是透過放屁來去提水啊 還是用屎眼來去看東西啊 大哥啊 就是你們出貓的那些方法 不要入人的創意才行啊 那根據媒體報導所指 就有一位中國象棋選手 成龍 啊 sorry 是硬成龍 就在中國全國象棋民族棋王爭霸賽裡面 就獲得冠軍 然後事後你又怎會猜到 怎會想到 啊 他居然在酒店房間裡面 的浴缸有賴屎 而正正因為這個舉動 就開始引起了大會的注意 就懷疑他日好有可能 是塞了一個智能降珠內 到屎眼那裡作弊 而事後啊 就只是在浴缸那裡磨出來清洗 而那位當事人呢 就否認了自己作弊這件事 並且解釋 就只是因為肚痛忍不住 才磨在浴缸那裡 到最後 由於大會沒有辦法直接證明他是有作弊 只不過就認定他破壞酒店公物 和對這場賽事和國際象棋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所以就剝奪了他今年的所有獎項和獎金 而且還要為禁賽一年 當我看完一則新聞之後 引起我的好奇 就想了解一下 究竟一些智能降珠三落屎眼那裡 又怎樣作弊呢 當中的原理又是怎樣的呢 那我先走了 不要啦 正如我們還聊得好地地 你聽得好高興的 由於我的病人實在是太無聊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網上找了一大堆 關於用降珠三落屎眼的資料 找一些學術的文章 研究報告 當我看完一大堆這些資料之後 大哥真的令到我對屎眼有更深入的認識 和不得不背負這位中國象棋選手 那我今天就等我這位屎眼專家 跟大家去解釋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到底一種這麼有創意的作弊方法 那個靈感來源是來自哪裡的呢 而當中的運作原理又是怎樣的呢 而到最後我都會就這件事 簡單地去分享一下外國人的看法 好了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的會員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些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 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那講起象棋比賽 用智能降珠塞屎眼作弊的一件事 其實早在2022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外國被人討論過 事源就在2022年9月的一場國際象棋比賽裏面 有一位外國的年輕人 居然贏了一位象棋大師 而後來那位象棋大師 就指控他是作弊 推斷他應該是用一些搖他的性玩具 來出貓的 而後來就有一位直播主說笑地說 就說他會不會是用一個降珠塞屎眼的 接收和傳送資訊去電腦 再指示他去下棋 正正因為一句話 就真的有一位外國的Youtuber 親自做一個實測 而最後就證實是真的可行 而且還要贏了對手 看到這裡 可能有些人都會問 究竟一個智能降珠塞屎眼的 作弊方法的原理是怎樣的 不要說 不是 簡單來說就是 首先你要把一顆智能降珠塞進屎眼裡 而當你在比賽期間 你就要把眼前所見到的棋局 每一隻棋的位置 透過收縮和放鬆屎眼 去帶一些類似摩斯密碼的訊息 傳送到屎眼的降珠那裡 請問橫鴉腸下面是不是旁鋼 旁鋼就是在這裡 橫鴉腸就是在這裡 然後透過一顆智能降珠 將一些訊息傳到 可能是酒店房裡的電腦裡 經過電腦分析之後 他就會把答案傳送到降珠裡 再經過震動來告訴你 究竟下一步要怎樣走 OK 雖然這個作弊方法 聽起來就好像很簡單 但是 當弟弟我在網上 再做一些資料搜集 深入去了解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就發現 要運用這種作弊方法 都不是很容易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那顆智能降珠要放入屎眼那裡 其實都很講技巧 就不是說你求交期放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經過震動去接收答案的話 你放的那個位置 必須要有越多神經分佈 你才可以容易感受到那個震動 而在我們人體的肛門活躍機裡面 神經分佈最多的地方 就是這個 Patterning Line的底下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這種作弊方法的話 就是你要很精準地 塞進去這個地方那裡 這樣才可以確保不會收錯答案 第二個問題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是要透過收縮和放鬆你的屎眼 來傳送你所見到的旗局 到電腦那裡 而你要知道 在一個傳送的過程 你是很有可能會出錯 說真的 你出錯 一般都會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你知道自己發錯 而另一種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發錯 那我是有理由相信這個系統 應該是有一個 reset功能 就例如可能是長時間收縮的 時限5秒就會reset 讓你可以再傳多一次 那除此之外 為了能夠確保 你每一次傳的資料 是準確無誤 那我也都大膽推測 他每傳一條的訊息 都是需要重複多一次 才可以傳出去的 這個情況就好像是 你登入帳號 那他就叫你再打多一次 一個密碼的確定 基本上的原理都是差不多 OK 所以我夠膽說一句 這種作派方法 絕對絕對 不是大家想到這麼簡單 你試幻想一下 如果你在比賽期間 可能會緊張 就一個不小心 輸入錯了資料給電腦 那你就要啟動reset功能 然後就由頭輸入多一次 而你不要忘記 你每傳一條訊息 是需要你重複多一次 才可以傳出去的 所以最後你就會發現 你那個時間 是根本沒有辦法停下來 是幾乎每一秒都在 在這裡收縮放鬆 你不要說他了 我剛剛在武室降珠的情況之下 試了一分鐘 我都已經想放棄了 所以你們 都真的不要小看這種作派方法 OK 最後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們要知道 我們人體的肛門活躍機 其實是有一個極限 也就是說 它是不可能長時間 保持著收縮放鬆 收縮放鬆 當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產生肌肉疲勞 輕質就會令到你 感覺不到自己的屎眼 重質會嚴重到失禁 所以用得一種作派方法 就一定要速戰速決 絕不能夠玩持久戰 因為當時緊一耐 然後你一罵死那一刻 就前功盡費了 OK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都是沒有任何證據 去直接證明 一位中國象棋選手 顏成龍 是用智能降珠作弊 而就只是因為 他在肉乾那裡賴屎 所以才罰他 OK 再加上 我就在網上 特意去找一位 顏成龍的背景資料 就發現他 本身就已經是 中國象棋的頂尖高手 以往在中國象棋比賽 都贏了不少獎項 所以 憑他的實力 到底又是不是真的需要作弊 這一點我是有所保留的 OK 如果 我說如果就是 如果他真的用這種方法作弊 那他這種人 簡直是大財小用 而他這些人才 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 將這種智能降珠 塞進屎眼裡 這個作弊方法 發揮得臨離盡之 大哥 我真的 一些人 正頭可以開班售貨 叫做光門大白 每堂收人1000元 就教大家 如何有效自主性 控制自己的光門收縮運作 我知道 肯定有些人聽到這裏 就會反問 大哥 什麼叫光門大白 有什麼用 又不能打 又不能打 所以說 這班人想的時候 太簡單 又怎會沒用才行 逐一下光 其實光門大白 就只是基本功 分分鐘多練十年八載 你就可以做到這個境界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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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我想說的就是 在這件事上 我發現很多媒體的報道 都是掌握不到那個重點 就是個個都說到 一位中國的將紀選手涉嫌作敗 但是我想說 其實整件事的重點是 其實從頭到尾 可能人家就只想在浴缸那裏 那裏 為什麼想到他一定是作敗 才行 所以如果我是那個 顏成龍 那位中國選手 看到你們一些媒體報道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是很生氣還是好笑 喂 那就是嘛 可能我真的只是單玩 在浴缸 見他大大 在那裏拉屎 對不對 那都可以被你們吹到我作敗 喂不是吧 你們會不會太看得起我 大哥 那這件事上面 唯一我見到一件最明顯的影響就是 你還要是一個中國企和 一個這麼有身份地位 這樣就代表成一個中國人 你居然在酒店房間的浴缸那裏拉屎 你敢打扮 融馬鐵以後的酒店 在他們每一間房間的浴缸旁邊 貼一張紙用中文寫著 嚴禁著浴缸去大便 到時那些中國人 又說你歧視他了 知道嗎 那今天就到這裡 一件事上面 無論這位中國的攝機選手有沒有出貓 也好 那你也不應該是人家肉乾過爛屎 說真的 就算你真的出貓 那你更加應該要清理現場才是 哪有理由 要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被人懷疑你這麼蠢才行 就證明我去考試 如果我要出貓的話 難道我考完試之後交卷 然後放下我貓紙在桌上去走人嗎 很夠嗎 真的 那最後 這次大家看到這件事又怎樣看呢 有趣的觀眾也不妨在下部裡得分 那沒那麼多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按讚,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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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